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网外一放出 立刻就发出警告了 发出警告 那我就没有办法 我就把 只能把标题跟照片全都 用的图片全都删掉了 图片其实是来自于半导电视台的现场的一些图片 就是我们有时候做成了那种 按照他网页做出的那个标题图片 那都是正常媒体报的 YouTube我就 立刻就发出警告 然后把照片跟所有的标题全都删上 只剩日期的时候 就恢复正常了 所以 那我们就不能再加别的标题了 我只能跟大家说 这是无法展示标题的故事 下回 大家记住 下回我就这么处理 这是我们生活的世界跟环境 所以 如果我们这个环境是这样的话 谁能说 谁能说现在报道的东西是真相 所以这是我个人在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时候非常感触的内容 一点办法都没有 作为我们个人来讲 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们只能顺应这个环境 顺应这个背景 这是天意了 在恶的环境 它是个天意的背景 是在今天人类环境当中 人们道德沦丧之后的直接表达 所以说不好的故事 那也正是因为失去了真相 所以大家对川普的真相社会呢 真相社会的本身呢 就是抱有很大期待 但是很显然他遭到了一些麻烦 这就是我们看到遭到麻烦 那这个麻烦呢 一直存在 那结果在推特 就是在马斯克进入推特的背景之下呢 显然给川普的真相社会带来了很大的 很大的冲击 很大的冲击 所以他的CEO 努内斌呢 努内什么 他CEO呢 在今天再次在福克斯的新闻 福克斯的新闻节目当中露面 来阐述他的态度跟看法 那我们现在用的是福克斯的business 就是福克斯商业电视台 那真相社会问题越来越大 努内斯呢 说很多是假的 他表现出来现在的状况就是比较大了 他原因他增加了他增加视频的内容 而视频内容的本身的中心呢 他是模仿了 模仿了YouTube和这个 模仿了YouTube和这个亚马逊的一些内容 就是他的服务内容 这样的话 对于同样作为社交媒体来讲 他是比较新的 就是他做法没有仿照原来做法 显然他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 那目前还在测试 那本来是应该公布了 结果目前还在测试 那可以这是这篇报道 基本就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报道 我们已经跟他阐述了相关的一些内容 那他测试本身呢 本来是在三月底应该是 应该是拿出来的 所以现在他提到说 应该遭到很大打击 那安装量呢 三月二十一到三月二十七呢 安装量四万一 那第一 本来的总体的 就是当初他一周的安装量呢 是八十六万六 所以这是一个不可比的关系 八十六万六跟四万一 那是不可比的 所以目前已经安装 大概有130万 130万 这里面他提到 除了他的产品开发 和首席技术官 那他的法律 他的首席法律顾问也辞职了 所以他法律顾问也离职的话 代表他整个产品内容呢 就出现了很大的冲突 我我以为就说 肯定是遇到了很大 非常大的麻烦 对吧 那技术开发的首席官员 产品开发首席官员 跟他法律顾问离开了 那就是涉及到他整体 整体的方向问题 那而就目前来讲 作为努内基根本就没有 没有他没有承认这些 他提到 华盛顿邮报说他 说川普呢 大发雷霆 私下大发雷霆 那而另外一个讲说 他之所以不愿意在平台上发布消息 是因为他认为平台没有进入一个良好 还没有进入一个良好的状态 所以这是比较更新的内容了 那我相信作为川普没有进入 认为没有进入良好的更新状态呢 让我想起来去年五月份 川普推出了叫川普Desk 川普Desk的不到一个月就关闭了 所以我相信他吸收那次经验 他不能再贸然 再去贸然再往外挑了 他不可能 如果产品整个本身没有 就是没有定位的话 他当然不愿意去冒这个风险 那个这个风险就非常大 那在他脱下缓慢的时间的背景之下 那推特就是推特本身产生出来 那这个我们现在就看到 就是作为这个 作为这个 努内基 努内基了 作为这个真相平台 就是真相社会的CEO 同样对有关马斯克进入社交媒体 进入这个推特了 他认为呢 马斯克来的是时候 就是说推特本身就像一个 他把它称为就像一个魔窟一样 他这么讲 就像一个魔窟一样 所以作为努内斯呢 他的评价就是 作为推特需要 马斯克这样的人 对他进行整理 但是马斯克的推特 并不能对这个 真相社会造成很大的威胁 他说 他是讲说 彼此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就用英文了 彼此概念是完全不同了 所以他需要马斯克进行整理 因为这是一个魔鬼的世界 魔鬼的城池 所以原因就是说 就目前来讲 他说推特本身并不活跃 而相信真相社会呢 却很活跃 我自己并不太这么认为 我自己认为呢 整个社交媒体出现了 相当大规模的 比较混乱的一个场面 相当大规模的混乱 原因就是这种封杀 相互封杀之后呢 都把社交媒体基本撕裂了 人们关键是 人们都失去了彼此的信任 那如果以这样的封杀的概念 失去了 没有任何人 能够拍着胸脯说 我讲是真的 我这个平台没有问题 所以都没有 这样的话就促成 在社交媒体上 人们都是一种 不负相对来讲 相当多的人 不负责任的报道 那随着俄罗斯跟乌克兰 战争的爆发 那这样的倾向 就更加的明确 就像我今天上午 那个节目讲 你可以看到 保守派媒体 几乎都不触及那些话题 完全不触及 那随便你 俄罗斯发生了什么 随便你欧盟对俄罗斯怎么制裁 你美国人怎么制裁 他们根本就不管了 因为管不了了 说实话管不了了 在我个人的报道当中 我个人也是基本上 跟大家分享了 很清晰的态度跟背景 那而如果主流媒体 主流社交媒体 以这种滚动的方式 完全背离事实 而且完全去挑逗人们 以一种亢奋的 就像吃了春药一样 那样亢奋 永远保持这种亢奋的时候 那一泻千里的春药 会把这个人 完全从他的骨髓 精髓中 完全一刮而进 这是我今天 我个人看到 在今天的社交媒体当中 在今天的 所谓的乌克兰 跟俄罗斯的战争的 报道当中真正 那这样的报道的本身 就像给人类社会 大部分的人类社会 没有生命认知基础的人 吃了春药之后 一泻千里 就像刮肠子一样 刮在你内脏的精华 一地都不剩 非常的悲惨 真的非常悲惨 而人们因为 就像吃了春药一样 所以旁边的人 有一句难听的话 叫劝赌不劝朴 这是北方人的话 什么叫劝赌不劝朴 赌 它的概念是身体之外的 是身体之外的 对吧 赌钱 朴是身体之内的 他能杀了你 他咬死你 就他那个劲上来 他能咬死你 那叫劝赌不劝朴 所以民间的老话 是非常对的 这东西是一样的 当以这种亢奋的方式 渗透到人们生命里面的时候 明白的人好人 就一边喝茶去了 那我们作为节目的补充 我们就刚才有关 因为这是一个标题了 这个推特拒绝恢复川普的账号 所以等于是极入了我们一个答复 那这个内容呢 是星期二 其实是星期二提出的表示 就是他在马斯克进入董事会之后 那结果呢 努内斯呢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有谈到有关川普账号的问题 就是包括推特董事会 那结果推特董事会呢 是这么讲述的 就他跟美日 他说是美日邮报 美日邮报应该是 美国的美日邮报 该公司致力于制定和实施 政策规则是保持公正 他们会保持对川普总统的禁令 那原因就是说 政策决定不是由董事会或者股东决定的 我们没有计划推翻任何政策 这是蛮奇怪的一个说法 如果董事会或者股东不去决定政策的话 是他的执行 是他的这个行政部分 也就是说他的CEO的部分来执行的 不是他的董事会或者股东来执行的 但是CEO是由董事会跟股东来监督 或者说CEO是给董事会打工的 那他不去做这个决定 那这个决定对错 对于他来讲 他不愿意承担责任 他不对 这话怎么说也说不对 对不对 那你马斯科来了进入董事会了 就是为了改变你CEO曾经的做法 对不对 这个话怎么前后有点听起来别扭 你去要去改变他的东西 如果不改变的话 他马斯科进来干嘛 他马斯科崇尚言论自由在干嘛 对不对 这是矛盾的 所以我相信这样的矛盾的本身呢 他有两种情况 一个就是马斯科知道要干嘛 但是呢 马斯科对于川普本身呢 同样有他自己独立的看法 他不想因为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马斯科来了 我就立刻把川普总统的这个推特账号恢复了 那也就变成了 那马斯科可能 我不知道他的想法基点在哪里 但他是有他的想法基点 因为大家从能力来讲 背景来讲 环境来讲 可能马斯科差一个总统的身份 川普拥有总统的身份 对吧 这个从等量级这种财富的角度 认知的角度 事情的角度 他们是不相上下 就是说他们会认为各自都有自己长相里面 所以也就变成了 马斯科不愿意因为他一进来 而释放川普总统的账号 从而引发出更大的某些故事 可能马斯科有他的想法 但并不代表马斯科完全拒绝川普总统账号的恢复的可能 我觉得也不能这么代表 他只不过是想说 要有一整套的 一套改革的方式 而并不是说为了解决一个账号而代表自己如何 而其他这个账号解决完了 然后其他东西要干嘛 还不知道 因为这个公司不是他一个人的公司 这个公司只不过他占了最大的股份而已 所以他也不可能超越自己作为一个股东的权利 包括董事会成员的权利 而带来更大的冲击 那同样是不赢的 所以这里面是有这个说法 但是这是一个 同样又是个标志 对吧 同样是个标志 起码到现在 他不会恢复的 那不会恢复推特账号的本身 我以为对川普来讲 可能反而是件好事 因为如果你现在恢复了 那川普那个 川普倒难办了 那个真相社会办不办 还往下走不走 这事儿不好办 这是一个很难办的 所以其实他不恢复川普总统的账号来 可能就基于川普本身一个借口 能够希望把自己的社媒能够做得更加的完整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